Hello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徐俊峰 当然也是整会说真话的大冰块 今天就是这辆新式造车 威马汽车的拆车环节了 当然前两天也跟大家去聊了 这辆车其实无论是从外观内饰 还是那些功能 不得不说 有些东西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开起来的话不是特别的优秀 但我觉得也算是表现比较平平的那一类 当时没有看过小伙伴 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之前的试驾 包括说跟着平方玩软车 也是跟大家从外摆里顶的 把这车介绍的很多了 也是跟大家一起在思考一个问题 关于这种新式造车 这个车它属哪来的 它是真的是从自己 慢慢去研发出来的 还是说是用一个叫成熟的 汽油车 毕竟说在后备箱的时候发现了 这分明应该有个备胎 但结果没有备胎 从这一点也是会怀疑 说这个到底是不是通过一个汽油车 我改过来了呢 这也是今后几天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东西 当然今天还是先跟大家去从前后防车梁看起来 现在就来看看这辆车的前后防车梁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也是老规矩呢 在说前后防车梁之前呢 先跟大家去说一下发动机舱里面那点事儿 首先要说它前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储物空间的 是把这个欧打开 然后呢有一个盖儿 但是这个盖儿呢也是有一个挂绳 这个挂绳呢是可以放在这个单锁扣这一块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贴心的一个设计 然后里面可以放些东西 并且呢这个是一个双层的 还有一个绳的一个拉手啊 把它拉起来以后呢 大家看到里面是有六个格 那其中呢这个格档呢也是可以去拿出来的 就有一些可能不太常用的 一些小瓶瓶挂挂什么的 是可以放在这下面的 包括可以藏点四方形啊 还是有奇葩的设计 就完全看不见我们一般用的油液位置 当然我们最常用的是玻璃水啊 那这个车的玻璃水在哪呢 这个是你需要很多的步骤的 首先把这个打开 然后把大象放进去 不是啊 是要把这个钩给放在这儿 然后第二步 大家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塑料的盖板 然后这边呢还是有一个把手 你是需要把这个给拿下来 它这块呢是用了这个3M的这个魔术扣啊 去给粘的 然后大家才看到玻璃水是在这个位置 当时呢它的防动液呢是在更靠后一点 这个是可以观察到的 这个因为玻璃水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东西 这个也是我们拆过这么多车里面 第一次是把玻璃水给藏在里面的车型 放玻璃水你也要去有这个拆的动作 对 这个设计的真是比较奇葩的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奇葩一点的话呢 就是它的刹车油 刹车油呢是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当然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是一个DOT4的级别 然后它会非常奇怪的在这开了一个口 就好像大家天天没事要灌点刹车油 不灌这个玻璃水一样 就是其实刹车油这个东西 其实是添加也好 什么观察也好 其实这个几率是很低的 当然可能小伙伴会说啊 说这个给你留一个口 就是为了让你观察看看这个刹车油 是否会少 真的这个刹车油呢 一时半会儿真的是不会少 那就算是有这个目的所在啊 但是这个位置说实话 大冰块是一个1米78的这么一个个头啊 这个车呢基本上已经放的最低了 就是我垫到脚尖 对不起 看不出来油液的高低 当然呢上面是有新棉 是一个单左扣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盖板给拆下来看看 这个真的呢 所谓发动机舱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都拆完了啊 当然说呢这个威马是一个新式地造车嘛 就是一个纯电的状态 那它也没有什么放动机啊那种东西啊 但是呢也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玻璃水啊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防动液是有两块 那其中一个呢是对于电池的散热呢 其中另外一个呢是对电机啊 包括说PCU啊的这一些散热的东西 因为这个车的电池是一个三元锂电池嘛 是一个水冷的 当时我们底盘的时候呢 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它的水路是怎么走的 在特别安静的地方啊 就是你把这个车只要一通电就让我们响 这块呢也有点烦人 这块呢是它的空调 那高压管低压管 当然这块可以非常明显看到啊 这边是一个热交换机 也要说呢它的整体的散热 其实一部分制冷 是除了它的这个整个的散热风扇之外 其实也是会用到空调 制冷的这种效果的一部分 这个空调如果说进行工作的时候 这块也会很凉 这个时候它会把它原本的这个整个散热系统里面 热的一些热量的会给带走 这也算是一种加强式的散热啊 大家可以去这么理解啊 简单说呢 就是它会用空调的一部分呢 去对它整个系统一个散热 那其他的呢就没有太多了 然后这边呢是它的刹车泵啊 这块看的会更清楚一些 然后它的电机跟PCU呢是在下面这一块 然后大家看到是在重量上面 是打了两根铝合金的横梁去进行调装啊 反正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有两根铝合金的横梁 好那这块呢是它的电瓶 这块电瓶呢还是有一个叫做秋秋库啊 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保护 正机负机 好那其他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了 那么现在呢就把这辆车抬下来 把前后的杠皮拆掉 看看这辆车的前后横梁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那么现在呢就来跟大家去说一下 我们量得的一些竖直啊 那前面的防状梁呢是一个普通的钢制的防状梁 是一个单层冲压的形式 但是这个可以肯定它是一个热成性的钢 强度还是可以的 厚度呢是1.92毫米 单层冲压的防状梁 那它的防状梁呢到水箱的距离是86.23 五分满分得到了四分 如果说我用手去比一下的话 大概是四指多吧 大概是四指多这样一个距离 是86.23 这个新冲盒呢是有的也是比较完整啊 然后呢有诱导有打孔 然后是可拆卸式的 那新冲盒的长度呢是145.93毫米 五分满分得到的是五分 是一个可拆卸的 这个我们也一直在聊这个事啊 说这个防状梁呢 新冲盒呢到底是干嘛用的 其实更多呢是在低速碰胀的时候呢 保护你的重量啊 因为你的车重量受损的话 其实这个车的价值会急剧下降 大家看啊就是它的所谓的水箱架也好 还是这块也好是用了大量的这种工程塑料 以至于它的吸灯盒和重量相连呢 是隔着这一个工程塑料的 如果说你车辆就是进行了一个小小的碰撞 可能那个劲呢真的不算太大啊 但是很有可能别的位置并没有受损太多 但是这一个架的 因为这个撞车这个力量可能是千七百怪 可能是侧面啊可能是正面 如果说发生破损 比如裂了呀或者掉了什么的 如果你要想更换的话 对于这个车人员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一块塑料和这一块是一整块 一直连接到这一块 包括说前面整个水箱的架这一块的 它是一体成型的 包括了这个位置 跟后面这块也是一体成型的 我可以确认啊 也是一个一体成型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辆车的前面这一块 几乎几乎都是用工程塑料去组成的 为什么会这么做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块是有一根 这样的梁 但是从这块看会更清楚一样 是有一根这样的梁 首先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去聊了 说这辆车的后围箱呢 这个备胎的位置呢 是有个所谓的备胎啊 我们只能说呢 哎呀 这个车呢 八成是从这个汽油车呢 去演变过来的 但是看到这一块的时候呢 包括我说看到它的防智梁灯 很多迹象 我们更加的确认 它的这一块 至少说我们在这一块来看 它的整个结构 是和本田 X2V 飞度 宾治 这一类的底盘 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因为飞度也好 还是宾治也好 还是X2V也好呢 同样也是有这一根 加腔梁的 而除此之外的日系车 包括丰田什么的 都是没有的 但是什么呀 我们看过之前的 我们拍摄的数据啊 就是它的这一根 加强件 原本来说啊 它是比较衍生靠下的 但是呢 我们只能说推测 这辆车呢 在进行我们叫做磨改的时候 它对这块的结构 有一些改动 但是呢 如果说这块继续通过这种 焊接的方式 或者说是冲压的方式 来做的话呢 无论是从研发成本而言 还是从这个后期的改造成本而言呢 是比较高的 说其实现在对于这种工程塑料的建模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因为现在3D打印嘛 很成熟了 我设计好了以后 3D打印 啪啪啪一打 打完了就装 没问题 然后立马再去建铁的这个筑膜啊 或者在批装制造 这个就是研发成本 后期是比较低的 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呢 它完全是通过这种工程塑料的这种方式 去进行一个二次开发吧 然后我们继续向后看 那它的防撞梁的宽度呢 是116公分 那它的车轮宽度呢 是174公分 占比是66.67% 五分满分 得到的是两分 那这一块呢 跟大家也说了啊 相对而言保护的 就是没有那么的完好 但是呢 毕竟说 这一根纵梁呢 其实对侧面的碰撞 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会有一定帮助的 但是说到这呢 我就不得不再说 另外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 大家跟着我的视线看啊 可以看见 这有一个 一个铁罐 这是一个铁罐 那顺着这个铁罐找的话呢 你们会发现 就是这个铁罐 是和它的刹车系统是相连的 是因为刹车系统呢 都是需要负压的嘛 比如说这个车是一个电动车 那电动车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电动的一个真空泵 如果说是燃油车的话呢 自吸发动机 它会用进气吸管的这种负压的方式呢 就进行一个抽真空啊 包括说这个涡轮增压的话呢 还是会有一个电动的辅助泵 简单说呢 它是需要储存一些真空度的这个真空度 然后呢去给刹车泵呢 去供这个刹车的力度 首先是我们的确在绝大部分车上是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这么大呢 怎么说呢 是有一定的好处啊 这个好处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啊 尤其是汽油车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如果车一灭车 你这个负压建立不起来的时候呢 你的刹车通常情况下也就还只有两脚左右吧 就是完全踩下去再踩开两脚 它就变硬了 它为什么会变硬 因为它的这个负压这个真空度没有了 当然说呢 如果说对于一些我们所谓的叫做赛车改装啊 比如说拉力赛首先需要把这个负压的罐给改的比较大 优点是什么 如果说你的发动机你在高速行动下 你的发动机一旦熄火 你还有更多的压力助力去进行后面的刹车 这个是变成这种大的这种储气罐啊的一种优点 家用教授来说这么大的还真不多见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我们看啊 这个罐变大了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这个罐的位置实在是差点意思 你能明白吗 刹车系统是保证这辆车安全的最后一道了 前面可能轱辱掉了对吧 但是呢我还要有刹车力 我不能说轱辱掉了以后 我的车只能去溜这不行的 一般它的刹车系统是在最靠后的部分 我们大家无论是看ABS泵也好还是ESP的泵也好呢 都是会比较靠后 一般的车来说呢 如果说它的刹车系统撞击出现故障的话 起码你得撞到这儿 是因为它的刹车系统是最靠防火墙内侧了 但是你的这个刹车系统其中一部分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只能说会有在不经意的这种碰撞中 可能会对这个储蓄罐进行损坏 我会认为这是一个安全性的风险的存在 就在这个位置 因为一般来说呢 这两边吧 不应该有任何东西 一般呢 最多就是有个这个玻璃水的壶在这儿 后来呢 我们看到会有一些什么行车电脑 在这儿 行车电脑怎么说 撞了以后呢 反正车你也走不了了 但是我们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把刹车系统放在这个位置的 那主动引擎盖是没有的 那前面的形成保护泡沫呢 也是没有的 因为钢皮上面也没有啊 但是这个车呢 也跟大家聊了啊 这是一个18款顶配 那现在195款顶配呢 其实是有ACC雷达的 当然说呢 对于这个车身上呢 这ACC雷达它是留了一个位置的啊 具体呢 在钢皮上面是在这个比较靠下的位置 而在这一块我们也是找到了 就是这边有三个螺丝 那我们只能说推测啊 那如果是有ACC雷达的话呢 应该是在这一块去做一个架子的延长 然后呢 把雷达装在这块 也非常明显呢 是在后期去装的这么一个东西 跟我们之间看的一些电动车呢 并无二样吧 其实对于汽车的设计也好 也不仅仅说是我这车能跑就行 它一定是要在后期的维修啊 用户的使用成本 方方面面是需要去考虑的 而汽车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存在一百年了吗 这么长时间 其实人家之前的坑呢 早就摸爬捆打啊 去填过了 每一个部分它的存在 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而这种情况呢 只能说它没有经过太长时间的验证 起码说呢 在这一块来说 我们看到跟很多的车的这种设计方向 或设计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行吧 那前面呢 基本上也跟大家去聊这么多 那现在呢 就到这种车的后面 还是比较有惊喜的 那现在就看看这种车的后方 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呢 来到后面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辆车后面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呢 也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点 我们已经把它都拆下来了 好 拿下来以后呢 就是这样一根东西啊 这真的是重量是很轻的 刚才呢 其实我们也在讨论半天啊 就说 对于金属和塑料 它本身的性质而言 金属是有更好的吸能的效果的 这个是没得说的 如果说塑料比金属好的话 那你看啊 什么奥迪啊 什么巴马奔驰啊 肯定都是用塑料的嘛 所以说这个首先是从这个材质本身而言 当然说呢 这个材质呢 也是跟大家去唠叨一下 它叫PP加LGF50 又是PP塑料加50%的玻璃纤维 金属的 它天生的特性 就是比塑料更好的吸能的效果 如果说后部发生这种碰撞的话 就是在不同的材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如果说我们还说是金属的 低速碰撞啊 如果是一根弓形防撞梁的话呢 它首先这个防撞梁这块 它的力量的延展去可以吸收一部分的撞击的力量 然后吸能盒对于金属的特性 它的压缩会吸收一部分的力量 如果说撞击正好停了 那我就是换个防撞梁换个吸能盒就可以了 他说呢 如果是塑料的话 我们还是再去想一下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数量它是没有这种延展性的 没有延展性 也没有这种更多的吸能性 如果说非常小的碰撞 比如说这个啊 大家看到这边还是有一个大的 这个叫泡沫状的一个东西啊 当然中间是没有的 如果说是非常小的 不是几下啊 这个泡沫呢 还是能够有一定作用的 但是力量稍微再大一点 这个东西呢 真的就像我在前面说的是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硬的东西 其实它的力量是直接传导到重量 或者传导到车身的 当然说呢 我们还是以实物来说啊 就是这个我们不能说 称呼它没有 它那必定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儿 但是呢 我还是会说 从防撞梁 它本身的作用来讲的话 跟没有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从我们的维度里面呢 这辆车还是没有防撞梁 当中呢 不是因为这个微码特殊啊 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 就是用PP塑料的这种 都会成为是没有防撞梁的 好 这个是跟大家去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防撞梁本身的啊 大家看呢 就是一根塑料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呢 一定对于防撞梁而言 它的作用是吸能 而塑料 而塑料 它是没有吸能的这种本身的材质特性 这个是没有的 当然除此之外呢 还是有几个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东西啊 就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呀 大家看呢 这边是一个缓冲的泡沫 那这个缓冲泡沫更多的作用呢 因为必定说后面还有一个杠皮嘛 如果说发生的这种小的 你挤件的话呢 这个还是会有一定的缓冲的 好 这就是后面防撞梁这点事啊 当然呢 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再去看一下吧 谁更突出一些 那如果说你还把它算作防撞梁的话 我们也是比一下 那也是非常明显 它的整个车身后门这块呢 是要更突出一些 所以说这个从哪方面讲的话呢 这一根塑料还是不能够去充当防撞梁 它本身的这个功能吧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边是它的侧面的这个充电口 这边是慢充啊 那快充的是在前面那块之间 跟大家去聊了 还是非常明显 就是这个充电口坐在了这个架子上 而这个架子是后期焊接到这个车身上的 这个非常明显是两部位 如果说对于一个车而言 对于一个车而言 它在想装这个东西 它最佳的解决方案 是在开发的时候就有了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我一次冲压 然后呢 这个口都留好了 我一装就可以了 当然对于这个车而言呢 我们可以说从这块再次的去证明 它是在原先的一个什么车的基础上面 去后加而成的 那这个东西 如果说对于这辆车而言 它再去改变这一个模具 再去重新开模的话 这个成分是很高的 所以说它是用了这种后期焊接的方式 去做了一个这个充电的这个座 当时呢我们还会说啊 这个座在这用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只会冲过这个表象 可以再进一步的推算 这辆车是在另外一个成熟的汽油车上面去抹改而来的 包括这边有两个窟窿眼啊 这也是贴上以后呢 也是拿一个标签去标了一下 就是在汽车工业这一块啊 都是有这个习惯的 就是螺丝我拧到位以后 我用笔画一下就表示这个螺丝已经拧到了 这个也可以再次证明这个车 比如说这个XRV它的灯呢是比较靠下的 这边正好是需要两个位置去进行固定的 那结果呢 这个车呢我们用了之前这个版本 又只有俩眼怎么办啊 那个对于政策来说啊 这个叫开模呢 重新把这块给重新设计一下 这个成本同样也是很高的 不如就拿两个胶部呸呸一贴 对于现况来说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季节方案 当然说呢这个也是看到了其中一点 当然呢还有一个点 大家看到这是一根高压线 高压线是从下面一直到车底 当然我们明天这集的话呢 会从底盘看得更清楚一些 就这个不应该从这么走线 而这种都是通过车身里面 车身里面去进行走线的 这个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精装修一个房子 突然间发现这屋呢 这个少了个插座 你说我总不能这个把整个装修推了 我重新为了插座 在埋根这个墙里面线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 就是从墙边上甩根线到这个屋里面 这个也是最简单以及最有效的方式 其实这个跟道理是差不多的 好那这块呢 基本上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儿了 当然除了之外呢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的事 因为我们观察也是非常细微啊 这辆车的杠皮上面 有一个你是在办公用具范围内 才能发现的东西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把后杠拆了以后呢 发现了一个 它的后面的一个慢冲口 是有一个紧急开关的 大家看啊 这边这一块是它的那个锁纸电机 然后锁纸电机看到 这有一根红绳 然后这根红绳是可以凳的 而这个呢就跟我们有时候跟大家去分享到 比如一些车的油箱盖 它是有紧急开关的 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了这个也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叫一个小小的窍门 这跟刚才我说的那个办公用品的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办公用品是什么 首先呢跟大家去展示一下 我手里面一个通胶条 先跟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 好 这个通胶条发生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非常薄透明的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车上也发现了通胶条 具体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 像毛主席保证啊 说这个我们拆了以后就是这样 真的是没有动过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拆的时候会说 哇塞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车是不是被人偷偷的给改装过呢 而且它还是粘在了一个LED灯的上面 当时呢我现在可以把它给撕下来 跟大家再去证明一下 OK 好 就是这个透明窍条 跟我刚才撕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我先跟大家去分析一下它这块的一个机构 这块呢是后边的那个充电口 充电口是有灯的 这边一根线过来 然后呢这个会串到LE灯这边 然后到这边来 但是这个部分 如果大家把这个杠给装在车上的时候呢 会发现这一块跟它的车身贴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近的 那它贴特门窍条的目的 就是为了防止这辆车在使用的过程中 可能时间长了磨来磨去 这一块会和车身接触太多 破皮 短路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可能一开始是没有发现的 可能在后面的这种验证过程中发现 哎呀这个灯出现问题 但是呢这个模具都造好了 可能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都造好 但是可能再往回改 不好改了 怎么办 只能用这种比较简单低廉 不能称为汽车工业的方式去尽量一个简单的弥补 当然说呢胶布是轮序的 比如说我们说大线的缠绕 都是用这种胶布去缠绕的 但是呢从来没见过用透明胶条去缠绕的 如果说你想做的好一点怎么办 这种布置的胶布 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间里面 我们所有的这种胶布 要不然就是PVC的 要不然就是一种布置的胶布 去进行弥补 对于这个车呢 我们也是啊 就是看见了就不能忍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呢 给大家去贴一下 行吧 这就是我们看的一个比较 这个算奇葩的东西啊 像通过大明快 这个勤劳的双手呢 也算是把它变成了一个 更加正规的这种 叫做弥补的方式吧 行吧 那后杠呢 基本上跟大家去分享到这了 那么现在呢就回到前面 看看这辆车在前后防撞梁的话呢 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 好 那么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 这辆车前后防撞梁 不呀 应该要钱防撞梁的这样一个分数啊 那总分呢 满分现在依然还是61分 那在61分满分 行吧 这样的这辆车的得分呢 是21分 当然前面也跟大家去量了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辆车 它用了大量大量的塑料的 这样一个制品吧 这样一个材质啊 去进行一个车的 一些零部件的这个应用 那无论是前面 我们说水扬件这一块 包括说边这一块啊 包括说后面的 那个所谓的防撞梁啊 同样也是一个塑料的 那我们也是刚才讨论嘛 说为什么就是会用 这么大量的一个塑料件 当然呢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去聊 说我们起码说从这个阶段 我们已经能够推测了很多很多的证据 证明这辆车就是从一个成熟的汽油车上面去演变而来的 真正的从这个叫分摊成本来说呢 就采购一个之前的一根防撞梁 装在后面那成本已经是最低的 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发现 因为它后面的造型有很多的改变 包括说我们再次对比了一下 后面呢 包括说它的一些角度一些 它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也就是它原先的原先的那根防撞梁 已经不适用于它现在的造型了 但是呢没有防撞梁的车型 只有真的就几万块钱的车 我们之前那辆什么宝骏100啊 就是后面真的纯粹是没有防撞梁 基本只有那个级别的时候才会没有 而这辆车呢它后面的确也要有一个东西 而从前面这块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它几乎在原有技术上去改变的地方 是没有再用这种我们叫做金属的这个东西 因为金属的你前期的设计也好 包括说开膜也好 包括后期的调整也好 它的成本一定是要比塑料高 不光是成本要高 其实它的这种速度也要比塑料要慢的 就像我刚才说了 就是现在塑料其实对于研发这块 其实是很方便的 3D打印现在真的很承受的技术了 我想要这样一个东西对吧 我大概图纸设计完了以后 打印完了以后 超微的一装 OK 没有问题 就可以去批量生产了 所以说从快速这一块来说 其实塑料还是有它优点吧 但是我还是会说 的确有的东西你可以用塑料 但是有东西你其实不能用塑料 例如说后面我们家那根防撞梁 显然说塑料也不是说是对于 绝大部分厂商所采用的一种 叫做厚防撞梁的材质 因为大量的还是我们看到 比较好的用铝合金的材质 而一般情况下都是用 这种钢的材质会更多一些 行吧 那今天也是跟大家 大家去简单的说到这 起码说从这个层面基本上可以断定 它是本田的车系会更相近一些 当然明天的底盘部分 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更多的东西 行吧 那今天大标说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我就是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大名画 当然也是你只会说真话大名画 那我们明天这辆微码的底盘 我们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